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时大家可能都少接触 他们的印象 可能是被埋藏在自己记忆的深处 但当听到他们离别的消息的时候 平时淡忘了的记忆就涌上心头 藏于内心深处的印象 复苏起来 当时未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唯有给他们遥远的祝福 以往相聚的时候 只觉得是萍水相逢 淡淡然 离别的时候 就感觉到原来不是那么简单 原来在大家内心的深处 已占有一个直位 耶稣在门徒眼前升天的时候 相信耶稣和门徒 都有同样的心境 现在 让我们在这个复活期里面 开始这个灵修的体验 要紧记 这个时期是延续耶稣復活的事件 復活冲破了十字架的宿命 罪恶 没有侵蚀基督的身体 没有月的黑暗 被復活的德能所照亮 墓门的巨石的沉重 也不能够阻挡 復活的威力 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尽量找尋一个能够 使自己安静的地方 没有人骚扰 安静坐下 闭上眼睛 注意自己的助资 让自己感觉到舒服 稳妥 我知道绝对的灵静 是不可能的 不过 我相信 当我愿意 返回自己的内心 在内心的深处 我相信 会找到上住天主 在那里 没有人能够 使我离开它 现在我会以声音道学 在适当的地方 稍作停顿 让大家可以 在其中自我体会 现在让我们 向天主求一份恩典 是什么恩典呢? 一份能够让我们 在内心 让精神引导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 在今天 善用天主给我们的时刻 与祂相遇 现在 我们将意识 集中在座资上 感到 稳妥吗? 感到有一份平安吗? 这份平安 不是来自 人为的结果 而是 圣神的临在 在感觉到 这份 稳妥平安的时候 不妨 与这个圣神 打个招呼 我现在 将注意力 放在我的呼吸里面 慢慢的呼 慢慢的吸 感受一下 所吸入的圣神 吸入圣神 有什么感觉? 当这个圣神存在的意识 浮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 不是孤单 隐约 也都听到 圣神 在我心灵深处的呼唤 你在那里 看 我要把我父所应许的 显发到你们身上 至于你们 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 直到背戴上 自高天而来的能力 现在门徒要做的 就是等 等到什么时候 这个恩许 什么时候来 你的时候会是怎样的 现在 师父离开了 将要来的领导人 又是谁呢 是怎样的呢 他是不是好像耶稣一样 他明白我吗 他认识我吗 我要适应另一种的领导方式 不知道 我能否应付到过来呢 相信在这个空窗旗里面 门徒也围有这种 患得患失的心情 你可以有类似的经历吗 你是否真正坚信耶稣的这番说话呢 你有没有门徒的感觉 被舍弃 紧张 忧虑 无信心 就如群众听了耶稣所说的说话 感到生硬 感到生硬 起了反感 从此 再不与他往来 耶稣转向白多路 问他 难道你也离开我吗 白多路 回答他说 主 为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还头奔谁呢 我们相信 而且已经知道 你是天主的圣者 就在默观之后 现在 耶稣就在你的跟前 你会跟他说些什么 可能你会说 耶稣 你就升了天 我还在这里 他对你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阳 愿你的国 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尚及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 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 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 虹恶 阿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